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,阿们,愿主与你们同在,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供读雅各伯书 必救那病人,诸必使他起来,并且如果他犯的罪,也必得蒙赦免。 所以,你们要彼此告罪,彼此祈祷,为得全愈。 众人恳切地祈祷,大有功效。 厄里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,她恳切祈求不要下雨,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,她又祈求,天便降下雨来, 地上也生出了果实。 我的弟兄们,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,而有人引他回头, 该知道,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,必救自己的灵魂,免于死亡, 并遮盖许多罪过。 上主的圣言,感谢天主,上主,愿我向你行的祈祷,向薰香上升。 上主,愿我向你行的祈祷,向薰香上升。 上主,我呼求你,求你速来救助我。 上主,我呼求你,请你听我的呼号。 愿我向你行的祈祷,向薰香上升。 愿我的手高举,如同晚祭的高腾。 上主,愿我向你行的祈祷,向薰香上升。 上主,求你在我的口边,怕依守卫。 求你在我的唇前,怕依颈背。 上主,天主,我的双目一直仰望你。 我信赖你,不要将我的灵魂抛弃。 上主,愿我向你行的祈祷,向薰香上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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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读圣马尔谷福音,主,愿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,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,要他抚摸他们。 门徒却斥责他们,耶稣见了就生了气,对他们说, 让小孩到我跟前来,不要阻止他们,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,绝不能进去。 耶稣遂抱起他们来,给他们复守,祝福了他们。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 基督,我们赞美你。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,今天讲到的主题是, 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。 有时候,我们大人们,嫌小孩子吵闹, 尤其是在家里边有客人的时候, 我们都会让小孩子到旁边去。 在今天的福音中,我们听到, 有一个人把一些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。 这个时候,耶稣的门徒嫌小孩子干扰耶稣, 就让他们离开。 耶稣呢, 耶稣呢,说什么呢? 不要让他们走, 而是呢,让他们来到我跟前。 不要阻止他们。 你看,门徒们嫌这些小孩子烦, 耶稣不嫌小孩子烦。 我们呢,很多时候,也嫌麻烦, 不愿意让人干扰我们。 耶稣却不一样。 他时常开放, 等待着回复人的需要。 让我们在这方面成长, 不要嫌麻烦, 而要慷慨地回应他人或者教会的需要。 耶稣还教导门徒说, 天主的国正属于小孩子一般的人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, 绝不能进入天国。 小孩子有哪些特质呢? 他们心灵纯洁, 他们相信有一颗信靠的心。 这种态度, 纯洁的心和对天主的信赖, 是进入天国的条件。 那我们总结一下, 今天福音所记载的, 我们可以说, 小孩子们到主前, 耶稣不嫌他们烦, 心灵纯洁, 信心坚, 天国大门敞不关。 天国的大门是敞开着, 不关注的。 我们也应该变成小孩子, 来到主前。 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, 圣雅各伯告诉我们说,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? 他应该祈祷。 有心安神了的吗? 应该歌颂。 有患病的吗? 该请教会的长老, 来为他们祈祷。 因此, 在任何情况下, 我们都要像小孩子一样, 在有需要的时候, 通过祈祷来到主的面前。 主耶稣时常地等待着我们, 他不嫌我们烦。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, 也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态度, 不要嫌麻烦, 而是要慷慨地回应他人和教会的需要。 阿们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,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 愿全能的天主, 圣父、圣子、圣神, 降福你们。 阿们。 请赞美上主。 感谢天主。 主耶稣时常地回应他人和教会的祈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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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耶稣时常地回应你和教会的祈祷。 主耶稣时常地回应他人和教会的祈祷。 主耶稣时常地回应他人和教会的祈祷。 有全意 爱你 有全意 爱你我的主 有全心 赌尽来爱你 请爱主耶稣 我爱你 有全心 赌尽来爱你 有全意 爱你我的主 有全心 赌尽来爱你 请爱主耶稣 我爱你 用全心 爱你 用全意 爱你 用全意 爱你 明镜与点点栏目